我们就先来做老板最想要看的 例如说各年销售怎么样 刚刚不是已经做过了吗 那利润 到底哪一个产生出来的利润 哪一个哪一年的利润最多 然后接下来就是 哪一个产品创造出来的利润是最高的 好我们来观看一下 我游标落在这里面订单 订单里面任何一格 然后接下来我是不是就可以来去看一下 我的那个产品的销售刚刚已经交过 那我们来看利润 所以插入书柳分析表确定 那通常我们来去看 我们可以先看各年各年的利润 所以在这个地方是不是勾选订单日期 它会自动帮你把年跟季列在这边 它是不是很方便让我们来去做计算 然后呢 然后我是不是想要知道说各年的利润 利润 所以勾选利润 因为它是数字 所以它就直接放在值这里面了 然后接下来你就可以去画出这一张图 没问题 所以这张图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 各年的利润跟销售 涨的趋势是差不多的 对吧 这我想应该没有很大的问题 是不是就可以画出来那个利润 对不对 好 可是通常我们会期待希望做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销售跟利润的关系图 可以吗 所以我现在 因为这张图就等于我们画销售 各年销售 所以我就不请你们动手做 可是我要请你们动手做的是另外一张图 来请勾选订单 最好是把它工作表名称改好 它的工作表名称叫什么 这边加一个各年利润 然后统计 因为怕等一下你忘记了 做了做过什么 好了 接下来就是我要请你们坐等 我想要 我想要去计算 就是说我想要去画 销售跟利润的各年的那种关系 各年的关系 好 所以怎么去做这件事呢 所以首先在订单里面 我们是不是插入数纽分析表 一插入二数纽分析表 确定 我是不是要知道各年销售跟利润的关系 所以各年是不是勾这个订单日期 我想这没有问题 再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要勾选什么 销售额 他就放在这边 然后他是不是 我还要知道利润 利润在下面 所以他就会放一个是什么 销售额 一个是利润 那请问你 这张图我要画什么图 这张图这样看起来销售跟什么 跟那个利润 是不是一个很高一个很低 来请你们动手先坐到这里 63 5 4 6 6 4 7 9